Computex 2019 後 看著身邊很多朋友都在組裝AMD Ryzen 3 代 香味四義啊 害我也很想開始組裝一台AMD Ryzen 所以就開始物色主機板電源供應器機殼 主機板部分想到的就是 Computex上有看到S-Rock展示的X570 Creator 同時有Tangy網路和Thunderbolt 3 不過目前一直沒有看到這張板子上市 官網台灣也沒有放上去 可能台灣就不會販售了吧 機殼方面也有一些條件 像是希望是白色的外觀 所以就開始東看看西看看 逛逛網路上的白色機殼 現在有不少的白色機殼 但是大多白色機殼內 還是使用很多黑色的零件 會有衝動想要把黑色零件都刷成白色的 所以要找到全白 而且功能足夠的機殼實在是有一點難度 功能方面 像是Type-C現在真的用很兇 所以前置沒有Type-C真的是要了我的命 所以前置一定要有USB3.1 Gen2的Type-C 機殼支援主機板大小的部分 則至少要有ATX 因為還是要考量到主機板擴充性的多寡 例如要有足夠的PCIE、M.2 SATA、記憶體插槽等等 如果是MATX的話就會需要有一些取捨 那就變得沒辦法達到我需要的規格 那ATX和EATX的選擇就會比較多 因此機殼至少要支援到ATX的大小 因為我還是想要看到機殼裡面的擺設 所以希望是有側透玻璃的 不過這個側透的玻璃上面不要有螺絲 除了拆卸會比較麻煩 也比較怕玻璃會破掉 3.5吋的硬碟也不用太多 倒是2.5吋的硬碟空間要多一點 之後如果要當DAS或NAS 基本上就會全部用SSD了 不會用傳統硬碟 因此3.5吋的多寡就不是很重要 反正2.5吋的空間要多一點 對我來講會比較有用 那後來看了幾個禮拜 突然在網頁上看到Inwin的905 具體在拿個購物平台看到 我已經忘記了 但是當下滑過去的時候 其實也是沒有仔細看的 就覺得 欸? 剛剛好像看到一個不錯的欸 等一下滑回去看一下 嗯好像真的不錯 雖然不是白色 但也不錯看欸 然後我馬上就想到 其實今年在Computex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有採訪到銀廣 而且也有介紹到905這個機殼 可是我當下為什麼完全沒感覺 可是現在就越看越喜歡 真的不太知道為什麼 總之大家可以看看我們的採訪影片 那麼連結就放在下面的說明欄 那再次看完我們自己Computex的影片後 馬上就開始查905的規格 是不是真的能符合我的需求 主機板要求的部分沒有問題 905最大支援到EATX 那就當然也支援ATX囉 前置有USB3.1GENTU Type-C 那雖然只有一個 不過現在真的也很少有廠商 是做到前置有兩個的 之後可能會用HUB 把後面的Type-C拉到前面來用 就像我們最近在iMac的改裝企劃中 用到A10的US3230 把USB Type-C往前拉的概念是一樣的 那盈廣905的側頭玻璃也是沒有螺絲的 一整面的強化玻璃是快拆的結構 而且最多可以支援到4個2.5吋硬碟 放SSD就沒有問題啦 那加上近年高階的主機板 很多都有雙M.2 PCIe Gen3擺負的插槽 我們可以拿來放系統 等於有4個2.5吋的空間 可以拿來純粹就是放資料的SSD 應該是足夠了 那過了5、6年以後 要如何改裝成資料儲存機 還要看看實際到手以後 要怎麼改裝這個機殼囉 那外型部分 原本呢當然是想要找白色 所以希望外觀看起來是比較輕盈 沒有壓力 然後也不要有太多陽鋼的線條 也不要有電競元素 千萬不要有 那905雖然不是白色 但是其整面的鋼板 整個正面啊 頂面還有底面 都是一體成型的 沒有任何接縫 線條簡單俐落 一體性非常強 加工的方式我也很喜歡 那為什麼Inwin之前出過的909、904 Plus 我沒有特別留意呢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上面提過的 側透玻璃都是有鎖螺絲的 所以第一層就被我直接篩選掉了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 就是905更加新興的特點 關鍵就在於前置的IoPort下方的設計 我們先站起來教它置物區好了 905的置物區是傾斜的設計 這個傾斜完全就是畫龍點睛的效果 讓905跳脫了909和904 Plus 那種四四方方的感覺 讓風格更加動感 更加協調 當然我覺得這三款 還有蕭邦 這種一體性很高的機殼 都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905這麼一傾斜 哇整個感覺就更加不一樣了 如果今年2019我只能挑一個機殼 幫自己組裝電腦 我絕對會選擇Inwin的905 那回歸領性層面 規格上來說 905的規格也更符合現在的趨勢 例如快拆的玻璃側板 外觀上移除的螺絲也更加好看 拆卸也更加方便安全 而且左右兩邊都是快拆的喔 或是相較它的前輩904 Plus 有5.25寸光碟機空間 那905就很合理的省下這個功能 至少對我來說 光碟機已經幾乎不可能用到了 還不如省下來換成2.5寸的空間對吧 剩下我覺得美中不足的部分 其實也不是機殼廠商能夠解決的了啦 因為例如 前置的USB3.1 Gen2 Type-C 只有一個這個問題 其實即便機殼廠商出了前置有兩個 可是現在你有看過哪個主機板 至少我上次沒看過啦 有哪個主機板前置是兩個USB3.1 Gen2嗎? 好像是真的沒有 所以這真的是我個人使用上的問題了 可能就是先從後面拉Type-C出來解決就可以了啦 那從功能和規格上來說 909完全是超越905的 所以我覺得905對銀廣來說 應該是搶攻909和904Plus中間這個價格帶 也作為此系列的延伸和更新 這個系列的設計 從小機殼的肖邦到中塔904Plus 905 再到909全塔 真的是非常完整 好的會講那麼多 不是因為我有這款機殼了 我現在還在幻想當中 是因為我在Computex有實際看過 也摸過這個機殼 所以多少有一些印象 也覺得這個機殼真的很棒 那我非常希望 之後可以趕快在通路上看到這款機殼 也能夠開箱給大家看 使用後也可以能夠再和大家分享 邀請您按讚、分享、訂閱Enterbox的YouTube頻道 我是Enter,我們下期再會 我先就認識一下 在這間機殼的主題上 在這間機殼的視訊